台積電現在前進到美國去了 那麼在美國廠當中 同時有台灣籍的工程師 也有美國籍的工程師 到底企業文化差距有多大呢 是一個太平洋的距離嗎 現在有一些台積工程師說 他們到當地去這種責任制 好像這三個字 沒有在美籍工程師的腦海當中 就不是他們的企業文化 所以有這個所謂的交接吊棒 事情沒做完 時間到他就下班了 隔天一來發現 哎呀你怎麼沒做完啊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同時呢 是不是要面對在美國 他們可能會組工會的文化 對於工會這兩個字 張中謀創辦人曾經這麼說 他說美國的科技業 是不來工會這一套 因為有了工會 可能你的企業競爭力 會大大下滑的 到底這台美之間的 一個文化不同 對於台積電的美國廠 遭遇了什麼樣的難題 對沒錯 事實上最近不是有所謂的 以美論嗎 我覺得你真的要懷疑 美國的這個文化 是不是適合台積電的這個狀況 所以其實我在節目上 早就跟大家講 美國要來全部取代 台灣的這個經緣代表 那是不可能 因為美國工人就不是這樣 那你果然台積電 遇到這樣的問題 他才剛去不久 對就遇到這樣 為什麼遇到這樣的問題 你看事實上 最近一段時間裡面 他們遇到一個交接有問題 為什麼交接有問題 我們知道台積電的生產線 是24小時生產 那你可能前一班跟後一班 哎我要走了 那目前做到什麼樣的狀況 我要跟你講啊 對 他們都沒有講 沒有交接就走了 所以那上一個人也不知道說 下一個人也不知道說 上一個人說 哎我們現在坐在哪裡 他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說 哎我上班打卡 時間到 我就趕快走了 不管一切都不管 就這樣就下班了 就下班 那台灣其實我們是比較偏向責任制 雖然說沒有錯 我可能這 我應該做的事情 那我已經要下班了 但是我還是會在盡量的範圍內 把它做完 即使是上面 下面一個人來 我要走了 我就交接完成 這樣才會狀況 那我可能時間 就是我應該下班的時間 可能往後個半小時 一小時 我們可以接受 美國人不接受 不接受 一到馬上24小時 一分鐘都不留 就直接走人 就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這等於是交接的 有一些問題 而且目前為止來說 很多台籍幹部就說 因為美國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台灣的受訓 就是你要使命必達 所以怎麼樣 他們很多 反而是美國人都走的時候 台籍的員工 會留在那邊加班 可能會把他們的 沒有做完的部分 或是說他們可能 沒有交接好的部分 再把它重新 把它銜接上 所以還有幫美國的 工程師擦屁股 對啊 所以你知道 之前不是有說 他們是那種所謂的媽寶 真的在美國職場上 就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知道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很多 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有從事 有美國廠 有日本廠 兩個地方對不對 那現在根據是 台積電裡面 內部員工的調查是 資深的員工都說 他絕對不要去美國廠 因為美國廠 你就要幫人家擦屁股啊 資深你管理人的時候 下面你要管一些美國人 美國人不做 那怎麼辦 你就下來做 自己做 對 那日本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看起來的話 其實他們都比較想去 這個日本的這個狀況 好 那其實呢 對於台灣的這個員工 去那個地方 還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好像 統統都 每一都是台籍員工 跟美籍員工 福利就不太一樣 為什麼福利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的員工 譬如說你在台灣 至於你要去台積電 我已經跟你談好 你現在的薪水是多少 兩倍本薪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一些相關的補助 都給你 好 去了 去了之後呢 其實他才發現說 美國的薪水不一樣 為什麼 美籍工程師 當然比較高 因為美國本來的薪水 就比較高嘛 兩個不一樣的工資 那不一樣工資的時候 美國做得少 我做得多 當然會不開心啊 你拿那麼多錢 然後我還要幫你工作 擦屁股 對 然後他們會談到什麼薪水 他們要求加薪 他們可以談 但是台灣不能談 因為台灣的法令規定就是已經談 已經fix好了 所以台灣都已經簽好業了 所以他們卻說 我簽名好像變成是次等公民這樣 我次等的勞工 但是我還要做得比較多 的比較少 就會有一些員工基本上的反彈 好 那其實有些 當然有些人就不是這樣想 有些人說 那我準備要移民啊 對不對 我是想要拿到這個美國的綠卡 或是美國的相關的 我希望未來變成美國人 或是移民到美國去 好 那事實上 根據這一次的 這個商周委的報導裡面來說 其實台積電 對這些所謂要去這個亞利桑那州的人 其實都有比較好的待遇 第一個你看 給他雙倍的這個本薪 再來就是說有機票補助 這個機票補助不是只有去 你可能一年可以回來幾次這樣一個 都已經把它談好 那包括說像有這個語言進修 因為很多人可能語言不好 或說家人也需要這樣 所以有語言進修的補助 那有醫療保險 因為在美國要用美國當地的 這個私人的這個醫療保險 所以你要加入 這個你可能要花幾百塊幾千塊的 這個美金 這個都幫你做好了 另外還有包括說像 這個租房的補助 那單人是兩千兩百塊美金 那私人的家庭是三千五百塊美金 還有搬家補助 還有這個子女的幼稚人 這高中的學費 然後還有租車給員工代步 為什麼要租車給員工代步 因為事實上他們住的地方 距離台積電可能都有 至少是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車程 因為亞利桑那州實在太大了 那事實上他們去的時候就說 其實他們也都不是 你照理說給雙倍的本薪 應該是說在那邊活得很好 但是他們大部分都說 其實在那邊生活還不是很好 因為第一個 他們當地的物價比較貴 所以他們其實賺的多 但是花的也多 他們就舉個例子 譬如說亞利桑那州 因為他們現在去的是冬天 但是亞利桑那州的夏天很熱 你幾乎24小時都要開冷氣 那開冷氣來說的話 美國電費又貴 他說夏天的時候 你可能每個月的電費 是300到400美金跑不掉 然後在當地來說 當地的時候水電都貴 瓦斯也貴 所以各系這些東西 都要很貴的費用 所以他們說 其實也未必能夠存在 誓中哥我還聽到一個 他們還講說 很多這樣的一個家庭 在台灣是雙薪家庭 但是到了美國去變單薪家庭 沒辦法嘛 因為你就變成是說 原本可能假設 治愈跟你的老公 兩個是在逐客工作 有兩份薪水 但是如果假設要到美國去 可能就有一半 因為要照顧家庭 就沒辦法工作 所以那些所謂的那些 這個科技新貴的太太們 是 竹科媽媽 他就變成家庭主婦 但是事實上 這個台積電根據這個 他有說 我們有提供一些助理的名額 給這些工程師的太太去打工 但是顯然名額不夠多嘛 所以也就變成說 其實他們去的時候 有些人還覺得所得是下滑 在加上中 其實在那邊面臨到很多問題 你教育上面來說 教育是問題 你小孩子的教育 怎麼去銜接 台美之間的教育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語言的問題 還有交通的問題 還有醫療的問題 什麼叫醫療問題 因為像他們很多 竹科可能 竹科的工程師 剛生小孩 小孩子小 但是小的時候 其實他們要去當地的 他們就說 他們去當地的幼兒 這個醫院來說的話 找不到可以說中文的 這個醫生 那其實在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處理比較麻煩 如果你大一點的話 或許他可以自己講 那小孩子沒辦法講說 他需要有一些 會中文的來跟父母溝通 或許會比較好 就找不到 他們說其實這些都是一個 潛在的問題 但是無論如何 因為台積電要去那麼多人 所以已經讓這個 鳳凰城附近的房價 你可以看到 這是鳳凰城這幾年的 房價的這個中位數 你看從2018的23.5萬 現在已經飆到40.9萬 這是美元喔 對 也就是說大概約莫 在這三四年的時間 房價就漲了70% 那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台積電 這一次區會有大概1.3萬人左右的員工會到那個地方 那還有很多家庭去 那以當地的這個房屋配置來說 他們都是有庭院的這個配置 標配大概是室內有120坪左右的 這個房子大概是這樣 這樣 然後是這個整個是120坪 那室內10坪大概約莫是58坪左右 那價值大概約莫是這樣 那其實比台灣還要便宜 所以他們其實都在那邊 自產是很樂意 但是相對於過去幾年來說 其實他們現在的房價是位於比較高 所以我們來說 其實台積電在台灣也帶動起了台南 高雄的房價 還有竹科房價 他跟日本也帶動 日本也是 雄本也是 到美國還是一樣 對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企業文化的一個差別 讓現在台積電的內部 台積的工程師 美級的工程師 現在出現了一點點 好像有一點點 小小的一些 不太適應對方的狀況 未來會如何磨合 我們再來看 但是半導體的一個人才 真的是現在面臨到人才荒的一個狀況 你要如何解決人才問題 我們來看到現在半導體不僅是實習就給高薪 甚至現在已經到高中去搶人才了 就是怎麼回事呢 朱老師 確實 你說與其去找外國這些人才 可是文化就是個大問題嘛 所以還不如回到我們台灣 我們自己培養人才才是重點 所以你要培養人才 當然要從大學做起來 所以大學當然 大家也知道我本身就在大學任價 這真的就是一個大問題 就不要說是科技業 所有的領域大家都在搶人嘛 尤其大家也知道現在少子化 所以站在學校的立場 我怎麼拉攏你這個學校來念書 大家都知道書念再多 最後就是要找一份好工作 那是不是你可以在學校的時候 我就幫你安排 實習就是一個機會嘛 所以你如果來這邊 我這邊念書之外呢 我可以讓你在未來開始實習 大三大四實習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剛好的機會 先卡到位置 可是很多人一聽到實習 就會有什麼感覺 做廉價勞工 或甚至免費勞工嘛 確實不不可諱言的 有些科系確實有這樣子的問題 可是如果在科技業 在半導體產業 你想太多了 高薪都不見得挖得到人 所以你看看我們這個螢幕上這些 這些學校跟這些企業的合作 你看到現在辦 這去半導體產業去實習 月薪你要記得 他是身分是實習生而已 你有沒有發現他的薪水 比很多已經上班的上班族都還高 我們來看簡單看一下 我們來看這是日月光 日月光在中立場 然後特別說他要找 這個大四的實習生 設備實習生 要你理工科系就可以來打工實習 好月薪三萬到五萬六 那另外再來看這個 這個是聯電 好 聯華電子 一樣呢 你看他就是一個實習生 歡迎大三同學投履歷 全年實習 你看三萬八千塊以上 台積電來 趕快台積電看一下 台積電也有實習的基因計畫 你看四萬以上 然後呢看到警數 這也是四萬以上的一個實習 才打工而已 實習生四萬五萬六萬都有 沒有錯 就以我任教財經系來說 我們的學員出去實習 自在也都兩萬多到三萬多 看公司看 看屬性 所以現在只要是為了搶人 真的是大家盡可能拉高薪 那不只這樣 像以我任教學校 我們甚至有跟特定的產業 譬如說我們學校 其實就有台積電專班 就專門就幫你 幫你訓練你要的學生嘛 實習的目的不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念到了台積電專班 等於我就差不多是台積電員工囉 幾乎可以這麼說的 雖然沒有百分百保證 但是機率真的是很高 好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 可是真的我要舉具體例子 我有親戚在美國名校念書 親戚的小孩 他們是大一就有公司來跟學生簽約 大一耶 大一不要懷疑 我沒講錯 他什麼都還沒有學 沒錯 因為我小孩 我親戚的小孩在史丹佛念書 名校嘛 大一我就提供你獎學金 反正你就乖乖念書 我給你錢 當然有代價的 大三就來我這邊打工 Hot Time 然後可以的話就Fort Time 進入我公司 所以人家挖人是這樣子在挖 從大一就開始 我們這大三大四都秀班了 可是不要緊張以為我們就這樣 現在你會挖大一的 我高中就開始挖 有沒有更厲害 所以現在很多學校就開始 腦筋動到了 等到大學再挖太慢了 我高中就開始要培養 所以很多大學現在就開始成立 專業的科系 譬如說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半導體嘛 所以現在就有大學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到例子 這個龍華科大 是私立科大裡面 第一個成立半導體學系的 我必須說 其實有半導體 像我們在我們學校 我們是半導體學成 因為很多 因為半導體 他其實涵蓋很多領域 從最基本的化工 材料 電子電機機械都會涵蓋 所以他們就是把它整合成一個科系 那在我們學校就是一個學成 那當然在國立大學部分 更早就有這樣的情況了 所以呢 是不是學生還在高中 聽到半導體 學系 這是我進去念了以後 未來就有很大機會去半導體 半導體產業上班 這當然只是第一個優異 第二個當然就是 我不能只有這樣子一個殼 裡面的內容很重要 什麼內容 專業的公司 相關的產業 當作我的專業老師 所以你看 成立這種科系 你絕對不是只有學校老師 學校老師大一定會想說 哎呀 你都是講理論的 你沒有食物 所以你看到以龍華科大來說 他就找了十幾家公司 當作我的這些background 幫我資源資資 尤其是食物 那個叫夜師 對食物導向的 就像我們剛剛說 我們在我們學校有半導體 就是有台積電的專班 都是一樣的概念 那更重要的是呢 既然知道內環一定有工作嗎 就連結到我們前面所講的實習嘛 所以我這樣子一環扣一環 是不是我第一步 先吸引到好的高中生 他們直接已經進到高中生 去宣傳我的系有多棒棒 這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大家知道現在台灣少子化嘛 學生生源越來越少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去吸引到學生是第一步 我要吸引到好的學生 那當然更重要 吸引到好的學生 那當然我就是背後的誘因 讓你保證來我這邊念的時候 你未來有非常大的機會 進入到好的公司 而且告訴你看薪水 實習就這麼高了 更不要說你成為正式的員工 你的薪水可能三極跳 所以我想對台灣現在的企業跟大學來說 都都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是 所以半導體正夯 現在人才大家也都是搶破頭了